导弹升空 声势惊人 俄罗斯国防部宣布 将举行第一阶段战术核武演习 地点将在乌克兰南部 从俄方公布的画面中 多辆军用卡车 已经展开运送武器的工作 外面分析 俄罗斯不满北约盟国 持续军援乌克兰 认为违害俄国主权 以此作为回应 相较于能够摧毁 整个城市的战略性核武 战术性核武 爆炸威力较小 通常在战场上运用 对敌方基地 机场 港口等地 进行准确攻击 带来震撼效果 不一定引发全面性核战 这次演习的第一阶段 使用的是伊斯坎德尔飞弹 和匕首飞弹 不过与此同时 乌克兰方宣布 他们已经摧毁了 俄罗斯黑海舰队 在克里米亚半岛上 最后一艘能发射 巡异飞弹的军舰 基辅官员表示 这些攻击令乌克兰 取得了黑海的主动权 而在另一个战场上 对于国际法庭 以战争罪和违害人道罪 对以色列总理纳台雅胡 发出逮捕令 他本人痛批这是道德耻辱 而国际法庭起诉的证据之一 是来自各国媒体 在加萨走廊拍摄的 战争与民众画面 对此以色列采取强烈反击 查扣了美联社的一台 摄影机和转播设备 指控美联社向半岛电视台 提供影像 违反以色列新的媒体法 美联社对此强烈谴责 而以国以下令归还 美联社没收的设备 但表示国防部将 重新审讯新闻机构 对直播地区加以限制 记者张怀一终和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